男子当街下跪就是希望有人能买他的玉兰花 身材瘦弱的他就在台北市最洪华的中宵东路以及龙入口 趁着红灯时快步走进车阵中 他不顾为现下跪看来显向缓身 下跪一次遭到拒绝 跪了两次三次还是没有人肯买 不仅令他感慨争议真的不好做 为什么会下跪啊 因为真的是太难卖了 今天早上一直跪啊 一直猛跪 每一台车都跪 会觉得看到他这样的动作心里会产生痛情 这样的动作啊 有点痛险 但是这个地方比较危险啊 记者估算 入口红灯每次的等候时间大约100秒 男子100秒内平均跪了4次 一小时他大约会碰上18次红灯 这样缓寸下来 一小时内他就跪了72次 在烈日艳阳下 他没有带任何护膝 也没有准备其他的防护措施 就只为了整口饭吃 辛苦团说在车阵当中 他说只跪计程车啦 一般轿车没有跪啊 只跪计程车 我问过他为什么要跪 他说计程车是老大 偶尔我会跟他买 但是下跪的话我绝对不会跟他买 为什么下跪就不会跟他买 因为人要有志气 虽然景气慢慢复苏 但在台湾社会底层 仍然有人在大太阳底下辛苦工作 不怕违宪也不怕丢脸 为人要谋生甚至抛下自己的尊严 下次民众如果开车 经过这个路段 不妨摇下车窗 跟他买一束本房的玉兰花 年代新闻程聚集的王兴曼 特别报道 我们来看看台北县政府